这是非洲刚果一条博道 650公里的路程 全是泥潭 为此 司机甚至专门雇了两名小公开路 但最终 卡车还是跑了足足一个月 清晨的刚果卢本巴西街头热闹非凡 商贩们齐聚汽车站 各个跟打了鸡血式的装弹户 因为这批货必须及时被运往过卡马式 这些破旧的卡车就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其中那辆最新的是老欧的 老欧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很多年 经验十分丰富 红行都戏谑地称他为险路上的小王子 老欧非常敬业 每次发车前 他都会检查一下驻手护物装的怎么样 对他来说 车上的每一寸空间都是钱 在保证不损坏物品的前提下 必须整个车被塞得满满当当 每一代护物装车之前都需要称重 然后商家付给司机运费 市场价大约11公斤7块钱 编织带装的东西有40公斤 也就是280元人民币 这里不支持奖价 虽然老板不是很情愿 但对于这条烂路 他只敢把东西放心交给老欧 刚果的卡车一般都是来自欧洲的二手货 因此大部分开一两个月就会报废 只有老欧的车保养的最好 他平均一个月要维修两次 出发前也会安排小弟捡车 而且他还请了一个副司机 多明哥 一个月支付对方300美元 这可是刚果平均薪资的三倍 普通工人望尘莫及的收入 多明哥的驾驶技术不比老欧差 据说他已经在这条道上跑了十几年 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 有他的辅助 老欧对此行胸有成竹 烂路上是没有加油站的 所以出发前 他们需要准备170升燃油 物尽其用 为了尽可能多得赚钱 老欧把车顶腾出十个位置了 以供乘客乘坐 一个人支付138元的高昂路费 见乘客们犹豫不决 老欧解释说 这条路这么危险 两座城市之间也没有公交 虽然路费贵点 但他一定能保证大家的安全 而且还提供三餐食物 一切准备就许 老欧请来村里最厉害的牧师祈福 牧师念念有词 所有人在这一刻都化身为最虔诚的信徒 一旁的小猴子却玩开了 一番祈祷之后 老欧宣布发车 乘客问多明哥多久能到达 小哥自信地告诉他差不多4天就可以到达 吃了定心丸的乘客这才纷纷爬上车顶 他们不知道的是 也许这4天会是地狱般的4天 出发前 老欧数了一共11名乘客 然而行驶途中 他发现竟然多了一个人 这让老欧很生气 他命令多明哥停车 原来有一位小哥把自己未婚妻悄悄带上来 老欧表示要么付钱 要么下车 最后小哥让未婚妻先上车 自己再想想办法 对此老欧也表示 这是对全车人负责 本来车顶就不合规范了 再多一个人 出了意外就麻烦了 小插曲后 卡车继续行驶 走完前50公里的柏油路 就将迎来传说中的魔鬼烂路 现在 道路已经变成了土路 车速从40公里每小时降至20公里每小时 真正的考验也就正式拉开序幕了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这条路在40年前还是最好的柏油公路 由于缺乏维护 经过风吹日晒 力清退去 这条路就变成了坑坑洼洼的烂路 但对老欧和多明哥来说 开始的泥潭都不足一体 他慢悠悠地开到丛林中最后一个村 即使已经过去了6小时 他们才走了80公里 但老司机们丝毫不着急 还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下 他们砍了几根甘蔗分给乘客 简单的能量补充之后 他们继续前行 很快 他们遇到第一处关卡 由于这里雨季刚刚结束 地面都是巨大的泥坑 为了保证15吨重的卡车不深陷其中 多明哥只能放慢速度 全神贯注 毕竟全车货物和乘客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 泥坑就像河流一般 老欧安排两名助手下车开路 卡车也终于顺利挺过第一关 然而一路上无数这样的关卡 夜幕降临时 他们行驶了150公里 第一天行驶200公里的计划就此过空 于是老欧和多明哥决定连夜赶路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为了给足大家安全感 老欧亲自下车开路 连续行驶23个小时后 眼看大家都坚持不住了 老欧便决定在附近村子过夜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葬礼 刚果人对死亡的态度是非常乐观的 他们总会以再搁在我方式送别不远 老欧一行人也加入了其中 天亮之后 老欧与村里人到别 距离不卡马还有500公里 加满油后 卡车就再次出发 不一会儿 他们来到最艰难的一段路 这里的水坑最深达到3米左右 老欧安排两位小工下去测试水位 两位小哥哥也是辛苦 每一次碰到这种烂泥潭 都得以身试血 亲自下水测量水位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卡车不被淹没 这天上午的第二处水坑实在太大了 简直堪比池塘 安全起见 多明哥建议乘客们先下来 等卡车开过去之后重新上车 多明哥决定一脚踩到底 因为这段烂路足足7公里 一旦停下 就会陷入泥潭 因此乘客们跟在身后 也足足走了7公里路 虽然一路抱怨声不停 但对于多明哥的车技 大家都赞不绝口 但后面的几天里 卡车每天只能跑25公里 车速已经切换至每小时2公里 旁边的自行车都嘲笑他们归宿 多明哥不再是卡车司机 而是掌舵的船长 他们离开卢本巴西已经9天了 但卡车只跑了250公里 还有400公里 原本承诺乘客4天就可以到达 现在起码还有半个多月 坐在车顶的乘客表现出极度烦躁 但又无能为力 为了安抚大家 老欧决定再次停下 让大家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正好卡车的罗山松了 小宫趁机维修 乘客们吃饱喝足后 车子也修好了 正准备启程时 餐厅老板娘追了出来 原来是老欧有几个助手 吃了东西忘腹前 女人说现在路况不好 一天没几位客人 孩子学费都成问题 可是助手也没钱 他们想回来的时候再给 善良的多明哥帮他们垫付 卡车才得以重新出发 然而好久不长 五天之后 卡车减震器的一个重要部件锻炼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小宫技术有限 不知道要修多久 乘客们疲惫不堪 躺在草坤里睡着了 五小时过去 车子还在修理中 天已经黑了 多明哥决定亲自上阵 第二天 他们终于重新上路 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他们必须争分夺秒 遗憾的是 前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几辆卡车困在这里 等待交通恢复 多明哥打算冒险一试 他全神贯注 以高超的技术顺利开了过去 旁边的司机和乘客都惊呆了 称他为丛林战士 老欧非常自豪 觉得自己捡到宝了 但是别高兴太早 不远处一辆蓝色卡车陷入道路中央 车上所有货物已经被卸下 这里被困卡车超过十几辆 大家齐心协力抬来木桩 一头插在车尾 一头顶住车头 然而木桩太长了 司机们又选择弹短竖竿 可是卡车仅仅一动半年 大家已经前驴技群了 不出意外 老欧他们估计也等上一段时间了 而接下来的路程加上等待时间 大概还有半个月之久 一时间 所有人陷入了焦虑 毕竟谁也没预料到 650公里的路程 竟然要花一个月时间 这趟旅程 乘客们也只能无奈地 在车顶日晒雨淋一个月